嘿大家好我是艾妹 今天要跟大家求精求學 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先分享一下什麼是勇士模式 大家應該知道 絕大部分大咖球員 不會去NBA市場小的球隊 所以對這些球隊來說 要拿到冠軍 甚至是成為強隊 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既然沒有全明星來 只好靠選秀 因此很多球隊才會選擇擺爛 讓球隊戰績變差 藉此得到較好的選秀順位 但是好的選秀順位 不能代表任何事情 大家選秀時可能會誤判 把一個不屬於NBA的球員 炒作成下一個LeBron 這樣的例子非常多 比如說Antoni Bennett 有人還記得他嗎? 而且即便選秀選隊球員 球員可能因為受傷 導致生涯提前結束 或是回不了以前的身手 只好當一般的綠葉球員 例子有Derek Rose跟Greg Oden 而即便球隊成功獲得非常健康的球星 球星表現也不馬虎時 球隊也有可能打不進季後賽 這樣的例子有Tiles跟他所屬的灰狼隊 所以我們回過頭看看勇士 這支過去五年的常勝軍 而KD是後來來的所以占不討論 而且勇士在KD來之前 就已經成功奪過一次冠軍了 所以我們來稍微分析一下勇士模式 勇士的絕對主力 Kurry 湯神跟追夢率 都不是選秀前五名的球員 也不是萬能的球員 但是他們非常互補 Kurry是頂尖的射手跟組織進攻打人 但是他在防守方面 有身體素質上的限制 但是這沒有關係 湯神跟追夢率都是聯盟頂尖的防守球員 而湯神雖然也是頂尖射手 但是他不擅長組織進攻 但是這也沒關係 Kurry跟追夢率都有能力幫助球隊組織進攻 而追夢率雖然防守組織進攻都非常優秀 但是他不擅長得分 這也沒關係 因為Kurry跟湯神都是歷史頂尖的射手 兩位都可以當球隊得分主力 你懂我的意思嗎 球隊要強 不能只有一個超強主力 而是有互補的主力才能讓球隊強 不然主力一下場休息時 他在場上的責任 誰可以幫他扛 而且這三名球員在一起的時間 年紀最好都不超過23歲 而且還在新秀合約當中 這樣他們才有辦法強得長久 其實這樣子的例子也有不少 像是2000年初的馬刺 以及第一次三連霸的公流隊 也是這樣的隊伍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現在不到23歲還在新秀合約的球員 並用上述的勇士模式 試著組一隻新的球隊核心 首先找一下我們的得分手 現在23歲以下的得分手有很多 例如Mitchell 爵士隊主要得分手 在新秀年就當了球隊一哥 但是我認為他命中率低了一點 Train Young現在也是老鷹的主要得分手 但是他的缺點很明顯 防守居然比Kurry差 如果要選的話我認為23歲以下最強得分手 是塞爾迪克的Tatum 他無球跑動 單打 三分球 兩分球 幾乎無可挑剔 而23歲以下第二強的得分手 我會選擇提呼隊的BI BI今年球季可說球季大突破 因為BI籃球生涯一開始並不順利 被認為是樣樣都會 但是樣樣不精通 雖然這讓他成為穩定的先發 但是這讓大家擔心他的得分能力 BI剛進入NBA時 被譽為下一代KD 但是他後來表現讓大家都覺得他被高估了 但是在這個球季 他改變了一切 BI這一季有效命中率為53% 真實命中率有59% 在全NBA球員中名列前十 而最大改變來自他的投籃命中率 BI跟上一季相比 場均得分增加6分 來到場均24分 三分球命中率增加5% 他從場均投2顆3分 到場均投6.3顆3分 投的數量變成3倍之多 命中率還更高 而我認為他進步最多的地方是罰球 他罰球命中率增加了將近20% 他的罰球進步 讓他可以更勇敢的去攻擊籃框 減少遠距離的2分出手 三分球的進步 讓他在場上更容易幫隊友製造切入空間 尤其是BI的底角三分球 兩邊命中率都穩定超過40% 但是BI跟其他得分手最大的差別是 他的兩分球出手方式非常多元 有時候看起來對方怎麼守都守不住 BI最大的兩個優點是 一是他不需要大量持球就可以進攻 BI的無球進攻就是很大的威脅 尤其是他快攻 或是半場空切到禁區 甚至是在底角三分埋伏時 防守的球員都不敢大意 BI進攻方式就是自然流暢 不會使球隊進攻停滯 而BI第二個優點就是 上述所說的他樣樣都會 這在他生涯初期被評論是缺點 因為他的球風很不固定 教練很難交付任務給他 但是現在他球風穩了 是穩定的得分機器 跟整個NBA其他得分手相比 他們可能得分運中率都比BI好一點 但是他們會比BI的籃球跟傳球能力好嗎 但不管怎麼說 BI都不可能獨自扛球隊進攻 所以我們找一下他的組織進攻好夥伴 23歲以下最強的組織進攻手友 Ben Siemens 他的組織進攻跟防守 雖然都是一流 但是他投籃真的太悲劇了 至於Luka Doncic 雖然得分跟組織都非常強 但是我們不能對他的防守抱有太大期待 Lonzo Ball我覺得可以 Lonzo籃球生涯剛開始的時候 確實因為他父親的關係 讓他被受責難 但是我認為他現在不一樣了 Lonzo的組織進攻 在大學跟高中時就是一流的 所以這邊不多講 但是很少人提到的是 他其實是頂尖的後衛防守者 是當今後衛時代非常重要的技能 而Lonzo在這一個球季跟上個球季最大差別在於投籃 我不知道體護隊施了什麼魔法 他們讓BI罰球命中率提高20% 也讓Lonzo罰球命中率提高15% 三分球方面 Lonzo的命中率也提高了5% 來到38% 場均三分球也從投5顆到7顆 而且在球季停止之前 Lonzo有過連續兩場投進7顆三分球的紀錄 真的是很瘋狂 Lonzo跟BI確實是個不錯的組合 但是他們都不是內線球員 所以我們來比較一下 23歲以下頂級的內線球員 Ben Adebayo 他雖然不錯 跑動速度很快 但是我們現在缺乏得分手 而他的得分能力不足 Deandre Atom 雖然數據很漂亮 但是他跟Booker同隊後 球隊戰績進步有限 我不認為他的數據真的可以幫助球隊 Sian Williamson 就是我們缺的球員 Sian除了有潛力變成NBA巨星之外 他非常適合體呼 Sian籃板能力超狂 具有禁區統治力 最重要的是 他的表現已經在幫球隊贏球了 我們來比較一下他場上場下的數據 Sian在場上時 在100回合的進攻當中 球隊多得6分 防守多守下8分 在Sian回歸之前 球隊戰績為17勝27敗 贏球機率為31% 而Sian回歸後 球隊戰績為11勝9敗 有明顯的進步 而目前Sian生涯最有趣的一點是 雖然他對中鋒這個位置來說身高矮了一些 但是感覺沒有什麼影響 Sian用他撞碩的身體 可以直接對抗其他中鋒 而且反而讓他們看起來比較瘦小 但是大家看他比賽時 他有非常明顯的缺點 他在禁區以外的得分能力不強 但這也是這三位球員組合的奧妙之處 Sian目前看來不會有穩定的三分球 但是這沒有關係 因為Lanzo跟BI三分球進步非常多 已經到達一定水準 就算現在不再進步也已經夠好了 我們來看看Lanzo 他打法已經定型了 他不太可能成為得分主力 但是這沒有關係 因為BI跟Sian的得分火力不低 而BI雖然看起來萬能 但是他得分同時還要組織進攻的話 他進攻效率會下降不少 但是這沒有關係 因為Lanzo組織進攻不錯 而Sian高中可是打控球後衛的 而Lanzo跟Sian在比賽中 單打能力都不是很好 但這一點正可以被BI補足 所以這三人組合 可能會是未來NBA的焦點 有可能成為下一代勇士隊 並追隨勇士模式 那麼今天的影片先到這邊吧 當一個NBA球隊的總經理 真的是很有趣但是很艱難的工作 除了要控制預算 管理球員的自尊心 還要招攬有潛力的球員 這是一個說起來簡單 但是事實上非常困難的工作 而我認為醍醐對現任的總經理成功了 那假如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妨按個喜歡跟訂閱的按鈕 我還有非常多正在準備的NBA故事 所以絕對不要錯過 那我是阿姨妹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